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一起来收看我们的吉扎哈秀 今天是我们本节目吉扎哈秀第25集的播出 神的仆人成为光和言的议员的分享 他是县议员是位教育工作者 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洛杉矶古学院 和Glendale Community College社区大学任教 他毕业于Glendale的Hubert高中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语言学学士和英文教育硕士 及基督教实用事工传道学博士 并担任私立学校的董事会工作 他也是一位商业女性 自然主义者 热爱公共事业 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他对恢复个人自由 公共安全 并还原家长权益 除了在加州的 Chris Santagu担任议员之外 也在多个董事会和委员会任职 如Bridge to the Nations 这个主要是人道主义和教育工作的组织 以及为其他本地或国际的团体服务的一个组织 包括担任美国童子军的牧师 因从事大量的人道工作 他去过亚洲 印度和玻利维亚 主要为儿童 妇女 及其他弱势团体服务 他也是持有社区紧急应对团队的执照 他服务于 有执照可以服务于 Community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那我还要继续补充 那就是他不但是一个有爱心 有同理心 还有社会责任感 这样的很多的一些内容以外 他有硕士 有博士 另外他在社区服务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那这里我可以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国际慈善机构 南美洲 亚洲 印度 他是第五代的加州人 所以他看起来 他应该是可以说Chinese 但是他中文他不会讲 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地请来了一个翻译 同声帮他便于大家能够理解 他是怎么样一个有爱心 有责任心 有同理心的人 那他结婚33年 培育了六位子女 有三个孙 就是第三代 在这么多家庭 还有社会的工作的情况下 他也投入了很多 比较正规的 比如说 school matters 就是学校 至关重要 他的创办人和召集人 另外他也是2022年 全国家长奖的获得者 那我们一起来 欢迎 Elizabeth 黄美兰 La Crescenta Valley的市议员 今天本节目很开心能够邀请到 Elizabeth 黄美兰 来到节目中做分享 Elizabeth 谢谢您的邀请 今天非常荣幸跟大家讲话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在全世界播放的前面 我的英文名字叫做Elizabeth Wong 我非常高兴 我觉得因为跟你介绍一下 我是在海国出生的第一代码 所以我是在国南讲中文 谢谢您的翻译 我成长的过程我就是基督徒 我五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被神呼召 做事工当权世界去旅行 我看到这地方有很多各个国家的旅行 我做很多的事工 我也有基督教的教牧学学位 我去国好世界上很多的国家去做福音的工作 有到亚洲、印度 对我来说 我就是教者您的问题 西中南回答您的问题 我的生活大部分就是 在教育和教育和家庭 当中我跟教育结婚了33年 有6位孩子 我在教养他们 我在教养他们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英文教学的背景 所以我可以把它们运用在我的孩子的上面 我的孩子有一个是16岁今年高中毕业 他是最小的 讲到政府这一块 很自然 就是从服侍全世界各地的人 直到服侍我的孩子们 教导我的孩子们 然后再进入甚至公众的服务当中 所以公众服务就是关乎于我们的政府 大概5年前 2018年 我预备我的孩子们成为他们这一代的领袖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美国现在的文化 现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应该要 要这个站出来来带领这个美国的文化 当我为2018年为他们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神放在我的心中 告诉我说 我要进去来为我的孩子成为领袖 因此我21年就开始竞选我们的市民员 后来我就当选了 现在的 我有准备来参选加州参议院 在加州有很多关乎家庭和孩子方面很多的问题 我们的下一代 就是我现在要服务的对象 就是我们要为公益 要将公益带进政府的法策 你把这个政策当中好使我们的孩童有一个好的教育 非常非常感人 非常非常好 告诉我说应该还有问题要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所以 這章我來跟他講 我來跟他講 一切都是服務 不是光顧我自己 也不是賺錢 也不是為了要證明正義乃是服務 政府 政府他們的目標還有他們的影響 我就是使用我所有的影響 同樣在教育的領域 當你有這個影響力的時候 有一群的人 有這麼一代的人 如果他們對於你的生命的歷程 他們有興趣 你對他們有影響力 你就成為可以鼓勵他們 有些時候你發現不對 你說這個道路這樣下去是不行的 這就是同樣的一個道路 我作為教師期間 我也在公眾常常的演講 有這樣子的經驗 這個理念 我們從Crest Center這邊 到最東邊的Rancho Cucamanga 中間也包括我們華人 主要聚集的地區 Arcadia San Marino Temple City Ahanbera Ahanbera Montre Park Rosami Montravia Pasadena等等 它的覆蓋的區域 是非常非常寬廣的 從西到東 中間還有經理Glandora Clement San Antonio等等這些 一直到最東邊的Rancho Cucamanga 那我們想請這個區域的住家的人們 能夠對Elisabeth議員的參選 踴躍投票 那也想 因為我現在大概講的是個大概 也想請Elisabeth給大家詳細的介紹一下 她參選的這些範圍和區域 好吧 I would like to invite Councilwoman Elizabeth to brief us on the district you are campaigning for its geographical location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the residents of this district to come out and vote for Councilwoman Elizabeth 謝謝Jennifer 謝謝您把地圖展示出來 還有她的地理的位置 在南加州的第25區 大概有一百萬人 初選日是明年的三月份 在明年的二月份 就會收到郵票的這個投票的郵件 我鼓勵大家親自去參與投票 那麼十一月份呢是大選 但是初選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有四個人在競選這個位置 只有位居前兩名的人可以進入那個位置 所以我鼓勵大家3月5號親自來投票 來為我投票 我還想問一下 那就現在候選人有四位 那我替候選人想問一下 因為我本人也是住在這個區域的 I live in this area 所以我想知道說四個候選人當中 我們是可以同時選兩個對不對 還是說怎麼樣 所以現在出選有四個候選人 所以現在出選有四個候選人 那么全面得到最多投票的人 他们就会在11月份进入总决赛的那个决赛 现在我就知道了 那就说他有两个人才进入到决赛 那如果我们是支持Elizabeth 那我们只选一个就是Elizabeth 所以我明白了 所以如果只有两个人进入总决赛 我们只会在你中决赛 是的,谢谢 所以我们很羨慕黄博士在这里 做我们的一个代表 就像他说的一样 就像她说的一样 students, for education and serve the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Now, I have a question so, for serving God at the beginning so, what reason 是什么, any hint any sound from God making you make a decision to go forward 我的教育部的教育部的教育部 可以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嗎? 就像我剛剛看到的 2018年為我孩子祷告的時候 當我正在祷告的時候 神對我的心說 那你呢? 我說主,我是他們的媽媽 我在教他們呢? 我還有五年的時間 要繼續教我的孩子 神說 那麼你還有五年的時間 預備你自己來積攢所有所需要學習的知識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來逐漸的參與 現在呢我就已經預備好了來參選加州的參議員 Elizabeth的分享真的是很棒 那我還想請Elizabeth跟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假如你參選成功之後 你還有怎麼樣會做 為我們這個選區的人民做更多的服務更多的事情 我是就是叫做 我的競選口號是仁愛生命自由法治 我愛我的國家 這是我的家圓 加州 我們在這裡已經住了五代 我們愛我們的家人 仁愛生命自由法治 因為你們的生命是存然寶貴的 我們的生命存然是寶貴的 每個個人都是非常重要的 仁愛生命自由法治 自由自得是當好的律法在實施的時候 自由才有意義 所以當我到Sacramento的時候 加州有40位參議員 有80位眾議員 目前 加州的參議員和眾議員 第三位做決策的是州長 現在我們出台的政策是非常危險的 對我們的家庭 對我們的孩子是非常不好的 現在州政府正在促使強制這些地方的學校 來執行那些使孩子產生性別混亂的那些法律 而且呢把家長的聲音逐出笑容 而且不准他們干預他們孩子們的行為 甚至他們是男孩女孩都告不清楚 還有他們的荷爾蒙 甚至讓他們去做外科手術變性 來完全的毀壞神所造的他們最初的那個身體的樣式 這是我們非常擔心的事情 在五年前當這個政府在推迫他們做這一事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來表現我們的關心 我的福士還有我教導人家做父母的話 這就是我關注的中心 另外一個在加州很重要的就是犯罪率非常地高 還有生活的成本很高 這是在加州歷史上第一次 因為加州現在很多的問題 所以現在就是說我覺得我要來參與 要做出改變 要做出改變 好的 但我要說 要請到政府 do you have some specific way example way how to because we already see criminals and ideas so kind of start to lose control so do you have some introduction for some specific way for example we can do some leadership in the community or whatever can you share some idea well as citizens there's some action that could even be done on Friday this is the bill called SB14 that is a very good state senator shannon house is cooked for the state senate which is about sex trafficking and that if there is a criminal who is trafficking young people minor aged people that crime will be a felony and this is the bill that this that's what I said did not want to go through but there were changes so that um I'm sorry sorry the um okay sorry man um okay so in the so this bill SB14 so many people the citizens were calling and the citizens were calling and the citizens were sending emails and there's so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citizens that they they that the senate decided we will okay we will push this road forward and there's a hearing on this Friday where they will continue to make the decisions where they will continue to make the decisions but if it were not for the citizens making the phone calls that writing the letters and going up to the Capitol to have the boys heard and the representatives would not have would not have pushed this forward so the action of the citizens is very important they know what's going on and they have no voice heard to the representatives keep you smart cause I guess that's what those members are keep you smart without paying back to the citizens in character this week it doesn't matter that all our members are that's why that's what the citizens are to do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people because that's what the citizens are they are like when they are one to step by the middle of the people yes this week this year this week we will have a節 Hzy we expect the admiral that received a Taking Dr. thatarta thatrocking we've got theamos 我想請問一下Elizabeth議員 也請你跟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為什麼要去競選這個 二十五區的加州的參議員的原因 可以跟大家分享 請請教主席Elizabeth 分享為何你選擇為 CALIFORNIA STATE SENATE DISTRICT 25 我們美國的建國的先祖 喬治保盛頓他服務美國 他是在那個美國的獨立戰爭的時候 他當時本來是可以待在家裡享福的 看管他的農場的 在福吉尼亞他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好的生活 但是他把他自己奉獻給國家 我就是在跟隨他的腳中 因為我們的國家現在處於危機當中 因此我就不想安居家中 當我的孩子在長大的過程中 我不能這個志望不穩 因此我必須出來 神說神啊他賜恩給千輩的人 喬治保盛頓是我們非常好的榜樣 因此我就是在跟隨他的腳中 神嗯 神明 神啊 神明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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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should support you we work together for support the whole united nations and also in support the world so since you have a lot of achievement so we also want to encourage the audience in front of the tv so have you some for example you have six children how you overcome this kind of all the things with you but you choose the good thing and then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do and then how to balance the urgency and then important things can you introduce some story thank you well this is my slogan love liv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see and love it all starts with love so when you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my life we start with love what the love is motivation we love the people no matter what the obstacle is and their lives matter he used to saywe may consider other's interests before you're home and this is humility and then guide ourselves орг stone in liberty and law there is a place for liberty and freedom but we cannot enjoy this 自由和法治的地步 但是没有好的法治的话 自由就成为空谈 在我们生命中的各个领域 我们爱人 关心别人的生命 我们来参与自由 争取自由的 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说 公义和正义也是有边界线的 本单元神的仆人成为光和颜的见证的 Elizabeth一元的分享 她的生命的见证 很感谢神 Elizabeth的分享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从这个分享当中 看见神对Elizabeth的带领的成长经历 她的生命的见证 带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和鼓舞 很感谢神 因神对我们的爱 使我们对人生的态度 是可以不一样的 或许在人生中 我们有不同的经历 但我们可以学习享受神 所赐给我们的那生命的意义 我们为什么活着 因为神爱我们 不管我们现在 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神对我们的爱 都是不离不弃 让我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都可以勇往直前 努力不懈地去寻求人生的梦想 有神的同在 我们的生命是被神祝福的 感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次基达Hot Show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